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因为这个虾子非常入味 它裹有辣椒粉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微辣 不过跟这个饭配下去之后 你会觉得好像味道又不会这么的太辣 或者是死咸 其实蛮适合不喜欢吃辣的人 也可以接受 讲究美学的还有这道菜 弄这个沙拉的部分 就是要让它有一个集中脱高的效果 然后让叶子漂亮的部分 可以炒向客人 生菜有了花卉就像艺术品 另一头还要油煎菇类 菇类跟火腿排成圆形 打颗鸡蛋再进入烤箱三分钟 这道生菜料理就能上桌 从菜到熟食 每个摆盘都蕴含美学 半熟的鸡蛋流出来蛋汁 增添丰富层次感 每吃一口都让人觉得好幸福 如果不过瘾 可以吃这道烤猪肋排 用香草腌制在低温慢烤三个小时 因为有香吉士酱汁 猪肉入口酸甜滋味超开胃